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cel是否有最后一行 很多在工作中的小伙伴经常要面对数据量很大的表格 对其进行处理 有时候想要脱下一大段的数据 或者想知道里面有多少条数据什么的 经常要鼠标按住一个一个的往下拖 心都要死了还没到底呢 在网络的国外的视频上有这么一个无聊的主播小哥 去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我们的Excel表格 终于花了9个半小时的时间 把Excel的表格拉到了最后一行 今天龙大就来教你们怎么样快速的到达表格的最边缘 有了这一招 小伙伴们再也不用担心 以后拖到手算了 我们只有对区域或者单元格进行选取 才能更好地进行我们Excel的 操作就还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那么多的女孩子 我们就进行目标的精准定位才能去追她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这个表格呢 我们可以按住Ctrl加A 这样一个快捷键可以实现快速的选择 对吧我们还可以选中她然后呢 这个按住我们的Shift键点到最后一个 也可以实现表格的快速的选取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一个按钮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点到这个金针菇 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我们可以怎么样按住Ctrl键 我们按住Ctrl键之后呢 点我们的方向盘 我们如果点到右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同一个单元格 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最后一个 比如我们点右就是最右的最后一个 我们这时候呢 再点下可以实现下面的最后一个 我们点左就会实现消涵 可以呢用这种方式呢 实现我们快速的跳转 你说老师这有什么软用啊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单元格 这样一个案例二 例如我们这个时候呢 文章回到这么下面来了 我们点它 但是我要回到我们的第一个 这是怎么办呢 大家记得吗 我们按住我们的Ctrl键来到左边 OK再点到上面 一下子回到我们刚开始了 大家说对不对 可以实现快速的跳转 这个我们大家要学会现学现卖 同时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全选的一种方式 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案例二 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按住我们的Ctrl加Shift 然后呢 方向怎么样呢 往右 我们呢再往下 也是一件框选 你说老师你怎么这么笨 你刚刚不是高 告诉我了 我们可以实现CtrlA吗 这不是全选了吗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技巧呢 因为我们回到案例一 留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Ctrl什么 CtrlA 但是呢 你选不到底下的这些表格 大家看到了吗 在对于有跨这些空白 这个空航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选择它 我们按住Ctrl加Shift键 我们点右 我们点右 我们点下 你可以呢 再往下进行选举 是不是很方便 以上的这些选举方式呢 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大家要呢 牢记在哪里面 活学活用哦 下期这些萌萌大 开程序做模板了 开猜这是什么程序 关注微信 学场骑学 每次你们的答案 即可领取小编私藏的PP或表格模板 每期模板都不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